今天我要講 中央民國不應該只先在台灣 不應該先在台灣 應該走到全世界過去 這個小說就是禁書 躲在床裡面 偷偷看 後來沒講到我們張老旺 還有個內門國旗 我們講到今天除了在北高之外 在桃園其實也有一場蠻多 聽說他有近萬人的這種 國旗的活動 郭台銘也去了現場 我剛剛要請教 繼續請教村長 在現場你觀察有一些 不太尋常的一些動作出現 今天我差不多就是 從頭參加到尾 這什麼活動 這個是一個民間 國旗部他是一個民間發起的一個 就是他一個老人家 他有一些有洋蔥的故事 就是他以前他也不曉得說 國旗那叫國家只知道是一塊布 打仗 每次要躲皇宮演習 然後只要找到那一塊布 就可以找到他的爸爸 對 那郭董怎麼去了 所以他就每年 就為了紀念他的爸爸 所以他每年就都會辦 升級典禮自發性的 郭董在初選前 他有去捐三萬面的國旗 然後他有接受的捐贈 但是他是支持韓國瑜的 所以他自己 那時候韓國瑜還沒過去 他自己就先寫了 韓國瑜捐贈兩萬面的國旗 其實他支持韓國瑜 結果後來在初選的過程中 其實他是很煎熬 就是初選過後 過後然後郭董到底要選不選 他很煎熬 有一天我去他那邊直播 他跟我講他說 後來郭董宣布不選 他說他哭了 他終於放下心中那塊石頭 他是支持韓國瑜的 我想想必應該是郭董聯絡他 因為昨天郭董他就發布新聞稿 但是今天現場的狀況 大概近萬人有 我看萬人應該有 郭董他是在右手邊 我去我是在左手邊 你要跟他劃清界線嗎 不 剛好就是這樣子 他帶了大概三個立委候選人 應該說兩個是他們 所謂國家軍提出來的候選人 另外有一個是國會聯盟的 就三個人 結果我發覺他那邊就是 沒什麼人氣 結果他坐在那邊 就也沒什麼理他 我是在另外一邊 順便的road day也可以看一下 對不對 我在另外一邊的話 我是幾乎手快被拉斷 就等一下這邊要跟我合照一下 你的人氣比他旺 旺應該超過100倍 對 介紹我的時候 就幾乎底下就瘋了 村長 村長 村長這樣 對 我跟蔣強棍過去 我就說我今天我跟蔣強棍 代表韓國瑜過來 所以整個現場都快瘋了 但是有一個很怪異的現象 就是說中間搖滾區 郭董講完話的時候 搖滾區大概一兩百個人 就跟著走了 這些人是怎麼回事 因為郭董要參加國旗屋的活動 新聞為什麼會知道 我村長要去新聞知不知道 不知道 為什麼郭董會知道 為什麼他會帶著他的立法委員去 我覺得這是他們有動員 所以他們有安排 但是他走他就跟著走 這一群人我看起來其實 如果沒有錯的話 照這樣的一個 就是這些看起來 應該也是我們自己 國民黨一些內部的 可能就是一些 比如說像退伍軍公教 或者是這些 就是黃沐欣這一些 但是他不一定是我們桃園 就讓他帶過來 他看起來就像 所以這邊我實在是 其實你看 這個是郭董 這是蘋果日報的 水果日報的直播 你可以看冷冷清清的 他的旁邊沒有什麼人 在跟他互動 我站在對面 我站在對面 跟我互動的人那是不得了 那是拉到我是幾乎 沒辦法控制 我要上台上不了 底下一直拉著 根本不理我讓我上台 就是說 其實大家知道 我支持安國瑜 所以現場就是 可以明顯就是說 那近萬人裡面 可能有一兩百個人 只要帶著去 可是這一兩百個人 也是熱愛這一支國旗 其實就是愛中華民國 郭村長這樣講很奇怪 因為他帶著他的人 可能他要支持的候選人 郭家軍的這些人去 然後但底下又有一兩百人 是所謂國民黨的黃復興黨部 應該是中東教 中東教的 我看起來像 可是我真的是 我希望說 各位我也是軍人退伍 你們上一屆 就我自己的群組 我的那些同學們 你們上一屆在講說 不投票 因為對馬英九的不舒服 所以不投票 這一屆馬英九 跟郭台銘抱貨在一起 你們又不投票 你們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說不要那麼多的私怨 回頭來 真的我真呼籲團結 郭台銘在台上講話的時候 其實旁邊 我們的北伴孫大謙也在旁邊 因為這不是我韓國瑜的活動 然後我們幾個 國民黨立法委員也都在 當然有一些支持者 是有虛郭台銘 就是有部分的人 有 我剛剛看那個畫面 對 嗆得很大聲 確實是有 因為大家真的是 真的是希望說回來團結 民眾真的是憂心忡忡 我們大家 難道你們這些 今天在搖滾區的這些軍公教 你們支持蔡英文嗎 不可能 就是心裡面放不下那一股氣 真的是大家真的團結在一起 今年你們沒有發覺到 放下那一股氣以後 你沒有發覺到今年的國慶日 我是非常不快樂 我完全沒有快樂的感覺 我說到貴賓邀請 貴賓鎮上面 我看不到國旗 我們桃園今年的國慶晚會 辦得非常的盛大 裡面沒有國旗 沒有中華民國的國號 就是感覺起來就是一般的晚會 真的看起來心裡很難過 然後我們這次剛好又 我們新北也沒辦 然後桃園辦了又 感覺又沒有國旗 又沒有國號 不知道哪個國家的國慶這樣 對 所以真的是 所以我們就大家都 跑到國旗屋去了 所以國旗屋才會有 差不多上萬人 是這樣子 那是民間發起 所以民間發起 你說郭董為什麼會去 有人在聊天室一直這樣 你們為什麼跟郭董同台 是他為什麼來跟我們同台 因為我們不是主人 但是我們真的是還是要呼籲 拜託郭董 看在國旗的份上 你既然說是中華民國派 還有跟著郭董的這一些支持者 你真的還要再讓蔡英文主政嗎 你真的還要再讓民進黨主政嗎 他在消滅中華民國 你要跟著一起消滅中華民國 那你今天來國旗屋 參加什麼神奇典禮 這真的很語重心長的呼籲 大家真的團結 還有我們國民黨部分的 這些青年團的 我希望說真的 什麼叫亡國感 中華民國國旗沒有了 中華民國國號沒有了 這就是亡國感 可是今天你看 他還是大打著國旗 然後說要把國旗 帶到全世界 帶到美國什麼白宮 那是不是還是在用國旗 交費國旗 對 或者說還在持續想要累積自己 或甚至是周邊所謂 郭家軍的一些聲勢 他們的能量 揮文 郭台銘當然是一個 很奇怪的政治人物 今天被嗆我也不知道 他心裡怎麼做感想 但是我希望 支持韓國瑜的朋友 不要嗆他 不要嗆他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愛面子的人 他的幕僚 昨天講 他說韓國瑜 不要想靠見郭台銘拉高民調 見郭台銘會拉高民調 郭台銘的民調沒有贏過 郭台銘你是一路輸韓國瑜 然後你自己又發明 那所謂的調和式民調 假鬼假怪 不要想靠見郭台銘拉高民調 我覺得郭台銘的幕僚 自我感覺良好 我的研判是郭台銘的國家軍 跟所謂民眾黨的那些區域立委 恐怕是全軍覆沒 你們就是要這樣選那就去選 那個都無所謂 但是我想跟郭台銘講說 你跟韓國瑜的中華民國 我認為是同一個 但是郭台銘跟蔡總統的中華民國 不是同一個 你要幫哪一邊 這個還要選 你當然是應該去支持韓國瑜才對 你明明知道韓國瑜跟蔡總統 心目中的中華民國 整個概念跟想法是不一樣的 你怎麼跑去幫敵影 這非常的糟糕 這個是前幾天 馬英九基金會談兩岸 王國桿 馬英九他們那邊有邀請 可是韓國瑜說他有市政行程 他就沒有去 其實如果有去的話 馬韓就同框了 這非常的可惜 今天中午 韓國瑜的國政顧問團在談兩岸 其實大部分都是馬歸寒水 講講去都是那些東西 沒有什麼新的 我跟各位報告 可惜沒有馬英九 因為韓國瑜國政顧問團 今天去開的那幾位前輩 其實都是以前的馬團隊的要腳 結果你 那你請那些人幹 你請一個馬英九來 不是全部都解決了嗎 這個也可行 剛剛玉琴給我們看了現場 國務紀念館的國慶活動 馬英九走離家他們來 如果晚一點的話 這不就同框不可以很好嗎 你跟韓國瑜的夫人 大家一起合照握手什麼的 感覺多好 對 同框好難 有這麼難嗎 你看今天馬總統在國慶大會 蔡總統跟他握手 你等一下 因為玉琴你知道這種大咖 他們一定都知道 待會兒謝寒斌要來 我要不要等謝寒斌 好朋友就等他一下 謝寒斌要趕快跑 交情不好 你也知道大家在這邊 做文章的時候 馬英九已經當過八年總統的人 我對你的要求比較高 所以我對郭台銘要求比較低 雖然他比較有錢 可是我對馬總統要求比較高 這個是馬總統是以前的總統 以前的國民黨黨黨主席 團結 甚至把郭台銘拉回來 都是馬英九應該做的 連要通個框 通個廠 其實虛服 因為太多的這樣場合 但是嚇鬼 你要跟我講是巧合 我又不是菜鳥 這怎麼可能是巧合 這有那個心結 你要把它打開 那打開是韓國已經展現了 夠多的誠意了 今天嚇鬼 所以我昨天在王二振的節目 我講過 我說馬英九的基金會邀請你 你不去 你應該跟馬總統說真的對不起 因為那天高雄市政 你不能當什麼行程 那行程都可以請人家代打了 我再閃你再閃我 那就不對了 現在韓國瑜一定要 採取主動跟誠意 因為要選總統的是你 不是馬英九 馬英九已經當兩任了 不要再當了 現在是韓國瑜要選 所以要展現最柔軟的姿態 最大誠意的 包括馬跟郭的部分 這不是韓國瑜 雖然他已經很努力了 可是不能停 不可以讓人求 所以上次他其實又很努力 他不是還提早到嗎 故意等他 請假兩個小時提早坐高鐵 對 疫情講這是真的 所以我的意思說要繼續 不能因為有點挫折 或是被人家散了 你至少那個誠意要展現出來 我們會做評斷 一個巴掌拍不響 對不對 也要看馬英九的態度 對 但是主動伸出 橄欖枝的一定要是韓 馬英九接不接招沒關係 但我們會看嘛 我們做公平